時局急速變化 留下來的 避免坐困一成 莊敬自強 離散的 接通國際港橋 創造財富 堅尼地正經 你是哪一個國籍的人呢? 這句句子我聽得最多的通常是海關關員跟我說 空者填寫入境表時說 去報這個Visa的時候 經常都會問你是哪些人 但不知為何在東方一個大國 對於一些不同的領土中 他認為是他領土中的人民 他就很喜歡問你是哪些人 甚至乎如果你去到英國、美國、加拿大生活 你只要有跟他相同的膚色、相同的民族的感覺 他就會多問你一次你是哪些人 彷彿你必須要表態一樣 今天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我們會說藝人表態的新聞 但我們今天不單是說表態的內容 我更加是想探討一下 這種表態之後的人物默落、壓力的默落是來自哪裡 所以我們今天會說一說 先說一說那個緣起 緣起在賴清德的就職點裡 他提到的四個堅持 那四個堅持不是由他說的 是蔡英文總統的四個堅持的兩岸現狀概念 包括 永遠堅持民主自由憲政體制 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堅持主權不用被侵犯吞兵 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必須遵循 全體台灣人民意志 當中其中一句 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句句子其實在憲政上有一個蒙古的空間 亦顯示到新任政府一個很重要的立場 雖然說這不是他發明的 因為他也是沿用蔡英文的四個堅持立場 但對於一個國民黨的人來說 他會覺得起碼中華民國 都包含了現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 再包含蒙古等等的部分 所以這才是一個完整的憲法演繹 但大家都知道民進黨、蔡英文 以至到這個務實的台獨者 賴清德的立場 所以他在這裏在一個廣話裏面 即不是從憲法修改上面 從廣話裏面 他是說這兩個稱呼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其實有他一定的含糊性 這個含糊性 你問很多人大家都說 很明顯這是一個政治演說 如果你放在一些歐洲、英國 很多英國上的立法 英國的國會議員 經常都說他要強調 自己是一個反對皇室系統的人 我看到大家在英國國會都會知道 很多這些反皇室的議員 有空無事說話 很多都是笑笑就算 不過在這些時候 對於某一些國家來說 這麼重要的立場宣示 他就要回應 我也明白的 外交部本身就是做這些事 但是不單止外交部回應 甚至連央視新聞要回應 回應得來 他也不單止是回應 亦是要求不同的經理人 經理人下面的演員 一起去回應 央視發表了一篇貼文 它裏面是Hashtag 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 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國家 然後台獨死路一條 中國祖國統一 不可黨 中國罪章實現統一 然後有一個統一的這張 微博的題目 有這個微博出道理的時候 突然間你就會見到 很多的台灣藝人 出身於台灣藝人 就一直要轉發 轉發的時候 也會加上一個Hashtag 就是中國終章實現完全統一 台灣必須回歸祖國的懷抱 看到非常之一致 真是Copy and Paste 今天這個問題 我們題目 對於堅尼地的公民來說 都要問一個問題 我們已經知道有人會表態 但是其實這不是我們關心的事 其實我們關心的是 壓力的默落在哪裡 政策的目標是什麼 很多的新聞台只會說他有這個表態 我們嘗試今天找到台灣的教授 台灣的學者 去嘗試看一看 其實那個政策的目標 和他壓力的默落 會不會有些令人感覺到值得關注的地方 先繼續說下去 有些人在這個出征名單裡面 是沒有被影響的 那個當然就是周杰倫 那個原因就是 周杰倫過去很久之前已經說過 他不玩微博 因為他不想跟別人一樣 相當有個性 所以避開了這一劫 但是非常多的藝人都要中 包括你見到這個表裡面 是來自這個豆瓣花渣組 就是做了一個表出來 列出出詳細藝人哪一個明星名 剔了號 究竟他有沒有這個表態 未表態的是誰 有誰由未表態變成表態 有哪些是沒有微博 都可以叫做情有可原 有部份是其他國家的人 例如吳尊是文內人、昆寧、奧大利亞人等等 但他未表態 另外也有其他微博開始做過統計 彎彎藝人發表總會 目前有78個藝人表態 有哪些未表態 你沒有沉默的自由 必須要出來 你看到未轉發的明星 就會有這一大堆 包括其他人 今天我們不知道有哪些人 還要馬上補表態 但其實不止是這個新聞 今年月初的時候 在五月月初 也有提出一個新聞 在娛樂上 36歲的台灣女星吳牧原 在去年演出了一套中國網劇 《哈!在靠近一點》 但在拍完網劇的時候 被他簽了一份中國台灣政治立場承諾書 只能讓他上架 而他的經理人陳孝志 亦接受了台灣的訪問 他說明已經簽了這份承諾書 不然不可以在中國拍戲 亦說到只要台灣藝人到中國工作 一定要簽這份承諾書 中國官方會審查台灣藝人的身份 審查過關才能演出 以前亦說到 中國台灣的承諾書內容 和賢家的中國內容相同 包括一個中國 不能有台灣台獨行徑 怕藝人之後影響到戲劇演出 所以一定要簽這份承諾書 中國官方使用台灣藝人 是相當擔心的 尤其是他之後也有說到 就是一些劇組的時候 大家有什麼事 整套劇要砍掉 其實吳木緣這次這套網劇 單正是女一旗號 即是女主角最主要的位置 如果在台灣的製作方 或者在內地的製作方 大陸的製作方 寫了簽這份承諾書 如果有什麼違反 他可以告回這個明星 如果他沒有簽到有什麼事 有什麼發生的時候 基本上整套劇 女主角是剪都剪不走的 所以為何要被刁難 其實這次吳木緣 也是在拍戲之後 被人刁難 才要補簽文件 最後才順利上線 他自己也知道這份文件 簽完之後 現在台灣的藝人紛紛表態 我是中國人 其實有一段我還未最重要的 就是五月天的阿信 我也忘記了放進去 其實他表態得非常之 可以說不是在微博 非常之 mild 口頭說的可能是聲音比較大 就在演唱會上說 我是中國人去北京吃燒鴨 正是這一句已經傷了很多五月天的心 五月天阿信的這個說法 其實都影響了很多藝人也好 很多他的粉絲中 過往的心情 覺得五月天以前的歌 很有腰骨的 很有魄力的 為何你要跪下來呢 這個時候賴清德就要出來再說一說 他認為見到很多台灣藝人被迫表態 他就說 台灣文化工作者前往大陸工作 被迫政治表態已經不是第一次 應該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他重申 台灣文化工作者說什麼固然是一回事 更重要是內心想些什麼 希望民眾諒解和體諒 其實這一個我都覺得非常得體的說法 賴清德總統的說法 不是指責他不是什麼 而是諒解和體諒 賴清德以外 另外就有這個 我寫錯了 這個不是賴清德 這個是馬英九的基金會執行長 馬英九基金執行會的執行長 作為另一個平衡報道 都回答出來 被人問到究竟藝人 表態有什麼問題 執行長就說 歷史、民族和兩岸的憲法 兩岸人民本來就是中國人 什麼時候稱我們是中國人 是需要一件被原諒的事呢 這就是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的說法 接下來我們會訪問一本書的作者 就是楊家文 國家面前無愛斗 其實他當時在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博士班的時候 他的博士論文正正研究周志遠事件 以後他會跟進一下 這些國家面前無愛斗 究竟為什麼藝人要紛紛作出表態呢 我們就做了一個簡單的訪問 究竟脈絡在哪裡 壓力的傳源在哪裡 容許我先跟大家報備一下 小弟的普通話是非常之差的 台灣稱之為國語 總之我同一個口術的論法 語法也是很差的 所以如果大家聽不到 就開字幕 我會盡快叫AI做個字幕出來 看看能否做到 另外就是楊家文 他會有個回應 主要是問幾條問題 第一就是空手是碎 第二就是政策目標是什麼 為什麼要有這些表態政策出來 有什麼政治效果做到 第三就是出到來 究竟有什麼吸引力 中國的市場 為什麼對於台灣的藝人 有這麼大的吸引力 除了錢多之外 是不是有些政策的趨通呢 那這個訪問都簡單的 那我就可以去一去片 就是北京政府 為什麼要求我們的議員會去表態呢 因為他表態可能有兩個動機 第一個動機是 像國內的 不是國內的 是中國大陸旅邊的粉絲說 他也是支持中國台灣的 但是如果他是要帶外宣的話 去到台灣去的話 其實你覺得 我不知道有沒有台灣的粉絲 因為覺得五月天現在是中國人 所以我也是中國人 其實那個動機是什麼來的 這個表態的動機 我想這邊可能要先明清的一件事就是 中國政府有沒有要求台灣的藝人要表態 這件事情 是有直接要求嗎 因為我目前看到的一些 大部分可能是電視台 或者是網友要求藝人表態 對 所以我想在這個中間可能需要領先的是 是組織 或者是真的是官方組織要求的 還是他其實是電視台 讓官方的或者是個人的電視台所要求 對 那有時候我覺得在中國的組織裡面 可能沒有那麼鐵板一塊 可能我們官方政府並沒有要求 但是電視台它可能為了杜絕就是說 可能未來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要求藝人要先簽署 那個反台獨的聲明書 或者是承諾中國台灣的聲明書 那這個是不是官方要求的又是一回事啊 我想這中間可能有一個斷列出來 那再來就是衝說 剛剛有提到說 中國官方有沒有直接要求藝人要表態這件事情 基本上目前在資料上沒有看到 但是過去我做的研究來看 像有些藝人爭議事件 國台辦會去表態 像2018年3月的一個報導 人民網的報導 因為國台辦就是針對科語人的這個藝人 他就有提到說 大陸不會允許 台獨立場或具有台獨原型的台灣藝人 參與的這個影片大陸上映 所以有類似的官方網站 官方的組織像國台辦的這樣的一個說法存在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中國網友抵制 抵制台灣藝人這一塊的部分 可能要去注意的就是 就是現在有很多辦官方或官方的微博 他也會去帶動中國網友抵制藝人的一個熱潮 像人民日報共慶團中央新華網 環球時報的微博 他對藝人爭議這件事情其實也蠻多發言的 那發言底下的一些中國粉絲啊網友的回應也很多啊 這邊也是可以 你剛剛 要不要錄取 要不要直接拼用這個藝人的決定 這個是非常複雜喔 然後最大的問題是拿 拿這個中國的史牆為什麼還要去 這個是很麻煩的地方 你看看就是 你看到可能它是一個账查 账查你就會要做 然後你知道什麼是在做的好吧 如果不是一個账查 你可以原存可以沉默 但是現在你也不可以 然後我們發現每一多 本來是幾年才有一遍的周子羽的事件 現在五月天這真是五月天啊 整個五月天都是有不同的議員在表態 結果風險怎麼高的地方 台灣還是會吸引到台灣的明星去嗎 我覺得還是持續會有啊 為什麼 因為畢竟中國那邊的舞台啊 跟他能夠賺得到的這個演藝費啊 或者是這一些票房啊 營收啊都還是比台灣來得多啊 所以如果一個藝人覺得 你可能想要更大的發展 那你可能就會到中國去 那一方面其實台灣的藝人 你承認你自己是中國台灣人 或者是中國人 你其實回到台灣來 也不會受到太擋迫性的一個職責啊 畢竟台灣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嘛 所以有些藝人他在中國發展 他成為他中國台灣人 但是他一方面可以在中國發展 二方面他回台灣也不會被 台灣網友也不會像中國網友這麼的激情 或者是台灣就算網友有一些負面的語言 可是他可能也不會像中國一樣直接理想到 激情公司 或者是代言公司要不要聘用這件事情 中國那邊有蠻多支持台灣藝人 到那邊發展了一些誘因啊 我想這個是為什麼 就是說台灣藝人遠遠不覺得到中國 像是2010年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啊 2013年的關於加強海峽兩岸電影合作管理的 的陷阱辦公司 2018年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 和合作的付關措施等等 他其實都有很多對於台灣藝人的股貼啊 甚至是因為如果你是歐美的藝人 或其他國家藝人到中國發展 他還是有一些限制 但基本上台灣藝人到中國發展 就更容易中國的藝人 這樣子 他有很多優惠 對 那這個應該就是最主要是吸引 為什麼台灣人想要過去的一個原因 這個問題就可以剛剛提到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耐心的總統剛剛說 我們對盼一些台灣人對這些明星會表態的有一些體諒 就要不要太在意 你覺得台灣的年輕人對於中國 對於台灣的藝人去中國表態 你覺得這件事對台灣的年輕人來說是會很感冒還是有反彈嗎 當然還是可以在透過網路上面的一些觀察啦 還是有一些人會去抵制啊 或者是會去有負面的聲音 可是我想大部分的台灣民眾都還是可以諒解說 一方面你到中國發展 那你也有時候非不得已 合約的關係 或者是中國網友的關係 你必須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這件事情 基本上有一些罵聲 可是事情過了就沒有了 除非你做的事情非常的... 例如說像晃安這樣 就會被台灣民眾記得很清楚 這個人就是非常的好 好 回到來就繼續這個堅尼地政經做一點總結 不好意思啦 因為我的普通話或者國語都真的非常之差 尤其是我在北京工作的時候沒有那麼大問題 因為我在北京工作的時候 我有另一套的口音 轉回台灣的口音做訪問 我發覺我講一下就會變成廣東話式的訪問 但如果我用一個北京口音和一個台灣的學者做訪問 我又覺得自己太有這個嫌疑 不好意思 先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道歉 語文能力比較差 其實我中英和國語都不行 但不要緊 我們先講一講 《國家面前無愛斗》這本書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結論 你見不見到剛才楊教授講了一個問題 當時我們是問 或是我們今天對於我們堅尼地公民說 就是 其實論事實就是一定是藝人會作出表態 但那個真正的問題 真正的難處 是在於壓力的默落 就是我知道一定是有官方的壓力的 但是其實你見到 楊教授正正就把整件事拆開 不要把北京看成鐵板一塊 整個北京的政府是有國台辦 國台辦在周治愈事件或其他事件下 他有講到的 就是如果是一些台獨藝人 就不應該來大陸工作 這句就是來自官方最重要的台灣機構 就是國台辦的Statement 總之是台獨藝人不能來賺錢 好了 你要把這個Statement拉到下面 變成一個Statement 就是任何台灣藝人都需要表態 究竟中間那幾十個步驟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就是中間牽涉了不同的部門 而每一個部門、每一個社會的結構 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例如說國台辦 台獨藝人不能工作 下一句就是央視 央視的說法 就是開始要做一些行政文件出來 又或者要去查一下哪一個藝人是台獨藝人 再下去就是經理人公司 又或者是一個政策 就是如果是台獨藝人 原來被證實是台灣藝人 被證實是台獨 他就不能上架了 這條片 再下去就是因為有投資方 投資方就是因為他不能上架 因為他拍了的戲《黑菲林》要銷毀 非常浪費錢 所以就要藝人賠償 再下去下一步 因此要求經理人簽署一份聲明 尤其是違反了這份聲明 就需要賠款 再下去下一步 就是去到每一個藝人要簽這份聲明 然後再下去下一步 當有些重要關頭的時候 一些網民就會開始跟大家點名 究竟哪一個人有簽 哪一個人沒有簽 哪一個人有表達台獨 哪一個人沒有表達自己 我是中國人 這一種立場 這種層層遞進的情況下 去到最後你就會慢慢推上去 因為他有表過態 跟著之後他簽這份文件 沒有問題 還有他這份表態 很有機會去看成這件事 就是你見到為什麼 他們的藝人這些轉法 全部都是一式一樣 九成九的都是經理人公司轉法 而經理人轉法的原因 是因為你簽了合約 包括我有能力幫你出到這個統一的口徑 這個句子講了出來之後 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其實楊教授做這篇博士論文研究 他最重要是說這部分 官辦的激進民族主義 他不是說一個激進民族主義是官方的 你想想國台辦沒有說到叫每一個台灣人都要表態 他只不過是落了一個簡單的 statement 台灣台獨藝人不能夠在中國大陸裏做一個工作或者賺錢 這個簡單的 statement 引發了下面的就是整套system的生態鏈 就會成為了這件激進民族主義的事 所以這個政策出來最愚蠢的一件事在哪裡 這個容許我粗暴一點用愚蠢的這個字 剛才我們問過這個問題 政策目標是什麼呢? 是沒有政策目標的 如果你去說我是中國人我是還是不是中國人 你說了你是中國人也好 例如五月天說了是中國人 然後是否五月天在中國裏面的民眾就會覺得 五月天也是中國人我們很開心 可能是 但這個令到中國廣大人民開心 這不是政策目標 這個是政策目標的國家就不是這樣 如果你是否會令到台灣的人 台灣也很喜歡五月天的人就會覺得 五月天現在也做了中國人 那不如我們也一起做中國人 你會發覺不會 台灣人也有這樣的理解 有什麼問題呢? 你就做你的中國人 我可以諒解你 我可以對你失望 有部份的聽眾 有部份的觀眾 我都肯定 對於五月天是表示失望的 當然有部份用賴清德的說法是表示諒解 但是你看到台灣就是這樣想法 既然他做不到大外宣的作用 又做不到大內宣的作用 政策目標是什麼呢? 如果用楊教授這個官辦激進民族主義 就解答了給你 根本上不是一條政策 根本是現象 哪有政策目標呢? 然後你再反思一個問題 既然沒有政策目標 然後大家失去了沉默的自由 全世界都要出來表態 五月天的阿信是因為這樣而夢獸損失 五月天整隊樂隊也有很多歌迷對他失望 整個系統沒有贏家 那究竟做來做什麼? 今天時間差不多 明天回來見你們正經繼續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街的時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裡 我願意請大家支持我們 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